太平洋在哪里? 太平洋是世界上最大、最深、边缘海和岛屿最多的大洋, 位于亚洲、大洋洲、南极洲和南北美洲之间。 太平洋南北最长约15900千米, 东西最宽约19000千米, 总面积为18134.4万平方公里, 平均深度3957米, 最大深度11034米。 太平洋一词最早出现于16世纪20年代, 由大航海家麦哲伦及其船队首先命名。 太平洋约有岛屿1万个, 总面积440多万平方千米, 约占世界岛屿总面积的45%。 全球约85%的火火山和约80%的地震 都集中在太平洋地区。 太平洋东岸的美洲科迪勒拉山系 和太平洋西园的花壮彩群岛 是世界上火山活动最剧烈的地带, 火火山多达370多座, 由太平洋火圈支撑。